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美國聯邦眾議員 阿里桑那州共和黨人 黛比·萊斯科重新提出了一項法案 要求對與中共及中共軍方有聯繫的人許法簽證 以防止中共政權竊取美國知識產權 這項法案名為阻止中共知識產權盜竊法 將禁止向中共高官及其配偶與子女發放簽證 這些官員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員 包括關鍵領導層的中央委員會 以及中共十九大代表 此外 中共中央政府國務院的成員 以及中共軍隊現役成員也被禁止獲得簽證 根據萊斯科辦公室2月8日發布的一份聲明 他表示 我們不能繼續容忍中共 竊取我們知識產權的企圖 萊斯科補充說 這項立法對於保護我們的知識產權 和揭制中共所構成的全球威脅自關重要 萊斯科去年11月首次提出該法案 這次重新提出的法案由幾名共和黨議員共同發起 包括亞利桑那州的安迪比格斯 阿拉巴馬州的莫·布魯克斯 佛州的馬特·蓋茲 賓州的斯科特·佩里 佛州的格雷格斯托伯 威斯康辛州的湯姆蒂佛里 以及新澤西州的傑夫·范德魯 根據該法案 一旦國家情報總監向參眾兩院司法委員會證明 對於侵犯美國公民和公司知識產權的行為 中共政權已經停止了贊助、資助、提供便利等 簽證禁令就會被取消 特朗普政府時期 美國司法部對一些中國公民以及美國人進行了眾多起訴 指控他們隱瞞與中共的關係 或涉嫌從美國公司及機構盜竊知識產權 以有利於中共 例如 麻省理工學院一名中國教授 就因未披露與中共有關的實體進行合作而被捕 並於一月中旬受到指控 1月13日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一名資深科學家就公認 他對於自己與北京支持的一個人才計劃的關係說了謊 中共已經推出眾多的人才計劃 以便從發達國家獲取人才 並將知識產權轉讓到中國 現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艾弗里爾·凱恩斯 上個月在參議院確認其提名的聽證會上說 他認為 中共在某些領域是美國的對手 而在其他領域則是合作夥伴 去年12月 前任國家情報總監約翰·拉特克里夫 在《華盛頓日報》上發表文章說 中國對美國構成了當今最大的威脅 也對全世界民主和自由構成二戰以來最大的威脅 拉特克里夫補充說 情報清楚地顯示 北京打算在經濟、軍事以及技術上主宰美國 和這個星球上其餘的地方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